哈喽大家好,我是陈老师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就是阿弥陀佛与多重次元 可能有些人会认为,你一个武术老师 为什么要讲这种飞观武术,近几乎是科幻一样的一个话题 其实老师必须说,这些无论是多重次元相关的话题 或是这些文献的记录,它其实不是现代的产物 它是早在几千年前,在我们的宗教经典上面就已经被提及了 也就是说,无论是多重次元,或者是量子力学,或是远古文明 它一直在我们身边,那只是怎么勒 过去的明治未开,还有一些政治跟宗教之间的相互影响 这个话题没办法在早期,或是在几千年下来 没有办法很容易被提及 而现在网路发达了 话题也容易散播了 明治也开了 所以说这个话题会再来一次的被人家讨论 比如说就过去啊 我们去想这世界是神所创造一个世界 所以说我们世界单一次元,神就是我们的造物主 是不是这样容易这样子去思考 其实到近代的,无论是唯心论,唯物论 单一次元的真的是我们现在所存在的一个世界的组合吗? 其实,当然不是 但是有些人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在想 如果我们要讨论多种次元 前置的条件是什么? 就必须先否定我们的宗教 为什么? 如果你不否定你的宗教,那你就必须遵从宗教里面讲的一神论 或者多神论,神才是管理世界的人 我们不能去多想其他的事情 当然有一个大的包袱给你就是 你不能质疑你的神的时候 那你就限制了你对这个世界的思考空间 所以说,其实这个宇宙的真实面纱 一直以来 都可以从正确的宗教观 来做更快速,更有条理的 一个追根究底 怎么说呢? 现在有一个YouTuber很红 叫做快智老高 老师也是他的粉丝 我也很喜欢他的话题,已经蛮有意思的 看完他的影片,就不自觉想去看下去 很有意思 他提出了许多观点也很有意思 最近有一期影片呢 他在探讨什么 人类是不是被外星人所支配的 比如说像他提到的小灰人啊 或是再高一时的蜥蜴人啊 或者是仙女星系人啊 或者是尼壁鲁星啊 等等 这种多次元多维度的想法 都是很有意思的 但是其实老师没有办法去验证说 人类是不是被外星人所控制的 或是所豢养的 这个我不知道 虽然老师本人 老师本人是看过飞蝶的 飞蝶在国中的时候,在初中的时候 看过飞蝶在天上飞 是亲眼看过的 但是我们要再拿出这些文献 或是那些根据来跟各位报告 所以说我们就不说 不谈就是人类是不是被豢养的一群 但是多重次元这个概念 老师今天可以跟各位讲讲 因为这个概念其实跟我们的宗教观是很类似的 怎么说呢? 因为以我们亚洲的宗教观 包含印度的佛教 或是婆罗门教 或是我们中华传统的什么道教 或是民俗信仰来看 都一再谈到一件事情 我们这个世界其实不是一个世界 它是一个很多的世界 混合在一起的 老师可以举出很多例子 来探讨 这个事情的真相 但是我们今天时间有限 我们今天 老师就举其中一个例子 跟各位谈谈 就是我们今天主题的是什么呢? 谈谈阿弥陀佛 各位,我们都身为华人 虽然华人我们都知道 要念阿弥陀佛 要念南无阿弥陀佛 什么样来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那前提就是一个什么东西呢? 书这么讲 或是老和尚这么讲 或者是 庙里面的庙宫这么讲 无论是谁这么讲 不重要 各位,阿弥陀佛是谁? 我们有没有去思考过一件事情 你在念阿弥陀佛 无论你念佛号 念什么的 你有没有想过阿弥陀佛是谁? 他到底是哪一个人 他转身为阿弥陀佛 怎样的? 其实 老师在跟各位报告 阿弥陀佛在我们有历史记录里面 他是不存在的 这个是事实喔 阿弥陀佛没有出生在任何一个朝代 他是由世尊在 讲述阿弥陀佛经的时候 提起 阿弥陀佛他是在 九元以前的一个国家的国王 那个国家叫做富饶国 富有又丰饶的意思 富饶国的国王 这样的记录还出现了阿弥陀佛 那这样的记录就像什么呢? 所描述的 他有没有开始考究亚特兰提示的存在与佛 引起很多争议 那阿弥陀佛也是一样 世尊他在 讲述这个经典的时候 他说阿弥陀佛他是很久远的一个佛 他在 很久很几万年前 甚至几十万年前 所出现的一个国家里面的一个国王 他是一个国王 他当然想尽人间富贵 要什么有什么 欺欺的成群 百姓安居乐业 但是这个国王他就觉得不太对 什么不太对呢? 为什么人世间 总是会被这些生老病死所困扰的 生老病死不是很正常吗? 可是阿弥陀佛并不这么想 他想的奇怪了 我生下来又是国王 我想尽人的话富贵 他生下来是个工人 他接下来就是工人 要世袭制的 诶,那这个是商人 然后他们就是医院商人 他当兵的 他就医院去当兵 那这么样子 有怎么讲呢? 这样的一个生生不息 的一个循环 总觉得哪里怪怪的 真的是我们要的世界吗? 这世界到底有没有 什么其他的可能呢? 他一直想不通 为什么我们会被 一个又一个的 社会法则所圈置的 所以是说他就放弃了他的王位 然后干嘛呢? 就去云游四海了 到处游山玩水吧 国王嘛,应该不会太穷 所以他就去人生的大挑战了 然后去了解去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有多大 那是不是这个世界 如果他想的这个世界 还是他有另外一个解 有一天他就顿悟了 顿悟了什么 这个世界 这个次元 没有办法满足我想要的东西 这个世界就是有这样的法则 我们没办法突破 如果达成我的理想 那我必须要开创一个新的世界 于是他发愿要开启一个新的世界 各位 这边开启的新的世界 并不是指他要回他的国家 去建立一个新的政治制度 然后开始建设 然后开始人开始去运行 不 他的发愿是什么? 我要开启一个新的世界 也就是什么? 新的次元 这个次元 开启这个次元有个条件 就是他要满足这个次元 必须满足他 所设定下来的四十八个大要件 哪四十八个大要件? 就是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他开启这个次元之后 怎么样呢? 他就带着他的眷属 眷属包含谁? 这家人嘛 他的一肝贵族 黄金国戚 包含谁? 观世音 大势智 宝贫 这三大菩萨 还有数千的眷属 一起怎么样? 移居到这个次元里去 这个次元里面 没有生老病属 没有生老病死 而且 所想即所得 不是我们现在所见即所得 他是所想 你就所得 这个世界是充满欢乐的 这个世界是什么世界? 叫做西方极乐世界 各位 老师刚刚讲的东西 你有没有觉得哪里 好像有对 好像不对的地方 西方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攜带他的眷属过去 是移居 经典上没有诞明 阿弥陀佛 跟他的眷属全部死光了 然后灵魂引申到西方极乐世界 他是移居过去的 所以说 当他发起这个愿力的时候 他开启这个次元 然后进入这个次元 重新开始生活 如果你们看过有一本说说秘密的 就知道 人的愿力 是无怨佛界的 也就是所谓吸引力法则 凡人用吸引力法则 就是你想要的 你可以很快得到他 但是阿弥陀佛不一样 他跟超脱 他想到什么 我要怎么样 创造一个新的次元 而且我们其中全部移居过去 所以说西方极乐世界 一开始是不是让你死后才去的 并不是 他就强带一个要点 你要与佛不二 什么叫与佛不二 你心里想的 做的 思考的 模式 你跟阿弥陀佛一样 那你就获准 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而没有是说 你一定要死后 才能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古时候我们讲轮回 讲因果 那是为了是说 因为政治的需要 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就说你现在做好 以后你就有好日子过 这是一个要件 所以说有没有因果 还是有的 但是 阿弥陀佛告诉你的 西方极乐世界 是你只要有这个意志力 你就可以去 那这就是我们会说到 死后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很简单 因为他是另外一个方法 另外一个方法 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所以说我们从这边看 为什么与佛不二 你可以进入西方极乐世界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 这可能就是类似我们讲的 它与现世的之间的关系 就像量子力学一样 没有时间跟空间的限制 只有你什么时候开始作用 好,这是什么时候开始作用 所以是说 我们现在所能够了解的多种次元 其实在过去的几千年前 无论是我们的道家 无论是我们的佛家 都已经讲过了 这些事情的存在 那我们这个次元的身体 是不是也只是存在我们 目前灵魂的一个容器 我们的灵魂的超脱 我们的灵体的超脱 是不是就是可以 让自己再提升 或往下降 这些都是我们值得思考的地方 老师今天讲的就是关于阿弥陀佛 跟多种次元相对的关系 那我们日后也会谈到很多 关于类似的方式 宗教它不是死的 宗教它不是为了服务死人死者而存在的 宗教它是告诉你一个很好的宇宙观 比如说什么 这个世界是怎么样的世界 这个人要怎么样往上 你为什么会跺下 为什么会往上 不是单单你吃素 或者是你念佛 你就可以成佛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吃素会不会成佛 老师下一集可以讲 念佛可不可以成佛 我们也可以 在以后我们波时去讲 但是要知道一件事情 人不会因为你只做某一件事情 你就会成佛 你就可以到提升你的敬仰 我们必须要洗练我们自己的精神 提升我们自己的心态 敬衙才能提升 老师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老师会不断的推出我们这一系列的讲座 在YouTube上面 那你一定要订阅我们频道 那老师在讲的时候 你才会知道 我是山老师 我们下次见